把那個原來的資料 像這樣的排列方式 把它變成這樣的排列方式 而且很簡單 因為這個排列方式 如果建立好之後的話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把 底下這個表格怎麼樣 我是把它直接 把它選起來之後有沒有 然後用我們之前講過的方法 把這個範圍定義一個名稱 這個名稱叫單位 那當然你可想而知啊 因為這個蘭位的話 第一欄它就是我們要查的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查的蘭位 你把它放第一欄 你要希望找到的放第二欄 或者第三欄 那它就可以幫你查出來了 那這個就是一個 正規化的一個表格 所以如果你要查 你就要先把資料正規化 不然沒辦法用V的函數 所以如果你說老師 我還是習慣用V的函數查 好沒關係 那請你把資料正規化之後 再來查 不然很抱歉 沒有辦法 OK 你不要想一些天馬行空的 反正不行就不行 所以真的我怎麼幫你辨也沒辦法做到 OK 所以最後如果把它定義成一個單位 那如果你要查就簡單了 這個應該各位就熟悉了 有沒有V的函數 然後你就找到這個要查的東西 然後這個F3把那個單位放到這邊來 它第一欄應該就是名稱 然後要的是要在第二欄 那要不要查接近的 不要 OK 按確定 然後一樣向下填滿 這樣也OK 不過呢 前提就是你需要一定要做這件事情 對 你要把資料正規化一下 不然其他的都不要講了 所以很多問題的發生 就是你的源頭就錯了 所以我是建議如果你將來 假如你在處理資料的時候 你要思考一下 你的資料是不是做了正規化處理 不要說非常考究 非常講究 但至少你一定要按照這樣的方式排列 如果你是這樣排列之後 就比較不會有衍生性問題 我是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會是想要把單位做成這樣 其實這樣好像也沒錯 對不對 好像也蠻好理解的 就A單位 然後下面是誰 B單位 B單位是誰 他是不是只是做資料 那你就不要用eSale 你用Word就好了 你用eSale Word就是一個表格 Word他其實他沒有任何試算表的概念 他可能不具備有資料庫的這種概念 但是eSale基本上是有具備這樣的概念 所以他才會有VL函數 也就是將來如果假設你不要衍生性 其他的麻煩的話 那其實就是記得正規化 後面其實就不會有問題了 所以我發現很多同學問的問題 大部分都跟他資料來源 本身就錯誤 錯誤了 然後你後面當然就是要想辦法解決這個錯誤 那他解決的問題 他並不是說把它正規化 而是說 像我們第一種方法 也沒有錯啦 有沒有 但是就是說 我們就在他錯誤的情況下 我們針對他錯誤的資料去做查詢 然後得到的資料也沒有問題啦 只是說這樣好像只治標不治本 有沒有 所以如果你要真的 完全解決問題的話 可能還是比較傾向說 第二個方法來解決 因為你這樣做完之後啦 以後你要查資料 你也就不用像剛剛 我們還要特別還要寫一個方選 雖然感覺好像寫了一個方選 滿厲害的 有沒有 應該你們以前沒有寫過像這樣的方選吧 那可是問題 你就變成你要多耗費一個程式在這邊 然後你可能也要維護它 所以比較下來啦 我覺得好像還是第二個方法 好像似乎好一點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好了 那後面的話呢 其實我們要講到的範例 其實滿多都沒有辦法用那個 就是VIRUS函數 所以待會請各位再幫我開 另外一個題目 其實也不能用那個 請你找到那個325這一題 那325這一題的話 其實也是類似的問題 你會發現它的排列方式 更厲害 戶門 然後信息是這樣 它信息就是四個 可是問題我們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要把它怎麼樣 把這些資料 比如說它入職時間在這裡 應該放這邊 然後前面藍位名稱它又重複了 所以應該把它去掉 所以理論上看到結果 應該要像這樣的 這個放在這裡 然後這個放這裡 有沒有 然後這個放這裡 第四類推 所以一二三四 還好我們沒有需要把這個 部門還要加一個藍位 如果有一個部門的藍位的話 那更麻煩 所以我是希望怎麼樣 請各位打開之後 請你把中間這一塊 第二一直到區域的底下 刪掉 然後想想看 有沒有什麼方式 就是可以把我剛剛要的 有沒有 冒畫後面的資料 分別一二三四 縱向的 變成一二三四 橫向的 然後換下一個列 又一二三四 又一個 那這怎麼做 當然啦 一樣可以思考一下 這個其實是有函數可以解 但是函數很複雜 那所以怎麼辦呢 第一個 你要怎麼樣可以得到 我們先不思考 那個要不要切資料問題 我們先思考怎麼樣把它帶過來 怎麼樣帶到這邊來 所以你要思考就是 有什麼方式可以把資料帶過來 當然這個時候 你就不用去想Vero函數啦 因為Vero函數絕對辦不到 除非請你把它資料正規化 再來考慮Vero函數 但是如果沒有用Vero函數之前 可能你可以用別的啦 比如說像index 這一題index是ok的 那index呢 不過index 你假設用它的話 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們用第一組參數 它會需要有三個資料 第一個資料就是 Array是範圍 範圍就是B2 CtrlShip向下 到哪裡呢 底下的話就是說 那請問一下 你選擇這個範圍 我要幫你帶回來的是哪一列 Raw的話是哪一列 第一列 所以你就輸入1 哪一欄 其實因為只有一欄 所以一定也是1 所以你會發現 這邊帶過來的資料就是什麼 入職時間 有沒有 這個就帶過來了 那你說姓名怎麼帶 當然你 假設把它複製貼過來 當然不是叫你傻傻的自己慢慢貼吧 如果貼 這個地方怎麼改 有沒有 那其實應該是把中間的這個列 因為欄都固定於一欄而已 所以不需要 前面範圍也不用改 所以第二列 那你會打勾之後的話 那你可以看到 有沒有 第二列資料過來了 那你實際推 12345678 有沒有 總共好像32個吧 所以呢 如果你假設可以把 這個數字變出來 然後 再把這個變數變出來 結果放到這個地方來 然後向右向下 答案就出來了 所以 第一個你可能會需要 如何先產生什麼 產生 這邊是12345678 一直到32的一個表格 那問你 你說老師 那我要自己去嗎 當然不是 這個地方你需要用到 學會兩個函數 第一個函數 叫做Colin 你有沒有發現Colin在這裡 藍 藍函數 它會取得四 為什麼四 因為第四藍 向右拉 那不是4567 可是我要1234怎麼辦 減3不就好了 有沒有 那不就向右 1234 那向下 你說 那我要向下 一樣還是1234 可是有沒有什麼方式 我可以讓它向右之後 1234 向下之後呢 它每一列呢 幫我增加4的一倍 一列 所以列的話 你們應該可以想到有一個函數 叫Raw函數 有沒有Raw 那如果說 我希望得到的是 這個地方不要加 這個4的一倍 所以我希望這邊是0 這邊是1 1的話只能是一倍 4的一倍的話 就加4嘛 4兩倍加8 那我可以把這邊減多少 減加2不就好了 所以打個勾 向下拉一下 有沒有 它不就是有這個 所以我只要把這個數字有沒有 再加 再把這個瓜弧先乘上4的倍數嘛 你會發現打勾 這個地方向下拉一下 它不就有什麼 0 0的話就是1234 反正就照1234 那如果再向下一個 加4的一倍 不就5678 再加4的兩倍 那不就是9011 不就剛剛好 所以最後你可以把什麼 把這個公式 再把它放哪裡呢 放在這個的後面 加上有沒有 剛剛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然後呢 把它打勾 向右拉 向下拉 有沒有看到 1到32就出來了 那1到32出來的時候的話 應該就會下一步吧 再來你就可以把這個公式 怎麼樣 把它放到 INDEX裡面 那不就可以把本來是縱向的資料 變成有序的有沒有 4個4個的資料了 應該懂我的意思吧 這應該想到最 所以目前這個應該還是可以用 函數來解 可是 有一點麻煩是真的啦 所以請各位試一下 待會 第一件事情 請各位先幫我打開 把剛剛那一題先ENDING掉好了 這個ENDING 因為這個VLAN是比較簡單 再來打開325人式分欄這一題 然後先思考這個 先不要管INDEX好了 不然這個後面太難 除非說你已經很熟了 所以你先思考 如何產生1到32這個表格 用Column跟Row 其實可以分兩階段 應該可以懂我這個邏輯吧 跟各位講 這個邏輯很好用 以後的話可以做出非常多的 這個結果 比如說你要做一個月曆 其實也可以用這個概念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喔 喔 阿 你們三個塊 你們三個塊 我們三個塊 兩次